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有一班街坊聚集在順利村的樹 搞了一個叫和理唱和和理行的活動 本來大家聽到的名字都知道是和理非的行為 絕對不懈暴力衝擊的行為 不是用武派搞的 是普通街坊 他們在順利村商場唱完歌之後 整班人就非常歡樂地在社區走來走去 當他們走到順利紀律部隊宿舍附近的時候 那些藍絲街坊又不值得你們這些小朋友 這麼團結 當然喊落落下說粗口 除了青年以外還有記者在拍攝 大家知道這些警察或者有些警察家屬 其實對於記者是非常敵視和仇視的 所以他們又不停喊 無論他們在平台上喊 或者在樓上喊 就喊黑記死全家 還有是仇街黑記時代垃圾等等的口號 這些全部是有影片記載的 不是吹水的 這些警察家屬 後來更加聚集到平台上 就跟那些和理行的人 在互相指馬 當然有些人又用觀星筆來反擊 結果就讓成了一些衝突 後來就有20名防暴警察到場截查的街坊 估計是在紀律部隊宿舍裡的人報警 當防暴警察到場的時候 竟然有人在樓上大喊 說要查蟑螂 好像在指揮防暴警察做事 當時除了這些街坊被截查以外 有一男一女本來在跑步 經過上指的時候 竟然同樣遭到這些街坊的指馬 當然是深有不甘 和覺得非常無辜 還要走過跑步 都要被人摸老母 大家可想而知 這班人是整人生的 大哥 你住在紀律部隊宿舍裡頭 不是生人密近 不是同胞密近 你住在野 不是整個社區屬於你的 你想想那些人 對於一般其他的街坊 或者對於記者那種敵視的態度 是好像起了槓一樣 所以你想得到 這班人的社交 現在應該是非常貧乏 因為沒什麼人肯跟他們交友 親戚又跟他們割裂 所以就好像見到人 都好像是仇人 起了一個疑心 起了一個戒心 好了 除了是一男一女 無辜的跑步的人 遭到辱罵以外 原來還有兩名記者 以及一名警二代 遭到藍絲住客 是圍偶的 當時 看到這種情況 有人大喊 說阿Sir不要動手 後來 任職警員的父親 就落到這個平台 接兒子離開 而且他還向在場的同袍道歉 說影響到大家不好意思 說自己因為第二天要上早班 不知道兒子離家 現在就去到這個平台聚集 還拍照街坊 表示自己回家後 就會好好教導兒子 這裡 起碼有些問題出現了 第一點就是 你自己的兒子 在樓下拍照 讓你那些街坊 讓你的同袍為偶 你竟然間 還要向他們道歉 你不是為自己的兒子 是爭取公道的 見到自己的兒子被打 你也要道歉 這些簡直就是 用一種所謂適事靈人的態度 來向那些強權 其實就是生了 來屈服 因為你就知道 其實那些人都是不講道理 如果他們是講道理的話 你就不會這樣來屈服 其實這件事是很可憐 第二點就是 你想想那個警二代的心理狀態是怎樣 自己被人打 然後爸爸下來接自己的時候 竟然間就不是幫你說話 而是向那些生番道歉 向打你為偶的人道歉 你想想他的心理掙扎是多麼厲害 本來作為一個警二代 他走出去抗爭 老實說他走去拍照 某程度上你也知道他的取態是怎樣的 當然我看那些報道 就講警二代的心理狀況 那些人還是非常之可憐 因為在家裡 他又要掩飾自己抗爭者的身份 要把自己的裝備收得好 又不可以讓他父母知道 而且他下街的時候 即是去抗爭的時候 又不可以讓他的鄰居知道 要掩飾自己 要欺藏自己的身份 避免尷尬和遭到排斥 當然了 這個警二代 只是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他走下去拍攝 拍攝而已 你只是圍偶他 好了 他的心理壓力就相當大了 將來他住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讓你那些街坊 讓你那些住客 排斥他 是不是 針對他 而且他家庭內部的矛盾 一樣會加劇 他父母會怎樣看他 或者他怎樣看他的父母 這麼懦弱 走去向強權屈服 他出來抗爭也是 為了不向強權屈服 就是為了不認命 原來他父母是認了命的 那他會怎樣看他的父母 那種心理狀態一定是非常糾結的 而且是沉屈的 好了 最後還有講到 剛才說的 有兩個記者被人圍握 其中一個就是中大的學生記者 另一個就是優品新聞的記者 他當時進行採訪的時候 有幾名疑似優班警的男子 將記者推葬和枯頸 一度搶了記者的電話 這些行為就是尊重新聞自由的行為 大家看得到 到底這些是紀律部隊 還是沒有紀律部隊 交由益友自行判斷 除了這些藍絲住客歪理連篇以外 其實香港做人也很慘 大家看到容官一樣是歪理連篇的 今天在立法會內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又發表了偉論 他在回應議員的查詢的時候 竟然說到 說參考了一些文獻的資料以後 就發現催淚煙所產生的二惡英 是絕無僅有和十分之低的 差不多燒任何東西 甚至大家燒烤所產生的二惡英 都是遠遠高過催淚煙所釋出的份量 麻煩你了羅局長 首先我有幾件事想問他 到底你引述什麼文獻 你這個羅大局長和陳肇始大局長 經常開口 就說是引述了一些外國的文獻 我想請你交出那些文獻的資料來源 到底你是參考了什麼外國文獻這麼厲害 是可以定於一尊的 就說催淚煙所釋出的二惡英 的含量是非常低的 但我想看看是什麼國家會出的 因為國產的催淚彈 和外國製造的催淚彈 是兩樣東西 他們的成份和化學物質的含量 根本上是不相同的 你參考那份外國文獻 他說的可能是美國的催淚彈 到底有沒有一份文獻 你有什麼文獻可以記載得到這些東西 你香港人本地不做這些相關的研究工作的時候 外國根本上是做不到 你當天在中文大學一天就射了二千顆 那一晚是不是 你自己認了 射二千顆然後 就造成了大量的飛鳥和蟲 那些小型的生物就是死亡了 包括貓、狗、流浪貓、狗都死亡了 你說參考外國文獻 外國文獻記載有每天 每天射二千顆 有沒有這麼瘋狂的密集式來射 而且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你在整個香港這麼人口密集的地區 你們已經發射了超過一萬枚的催淚彈了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是射這麼多催淚彈的 在同一個城市裡 你參考外國文獻是有沒有參考價值 對不對 人家那些是非常小量的 不會像你那樣瘋狂的 你應該在本地來說 找一些獨立第三方的學術機構 做一些獨立的調查 才有說服力 他們所研究得出的數據 不要經常說參考文獻 這些假大空的說話 你騙得到誰呢 你可能騙到那些蠢人 但是我一定不會相信 雖然我也不是很聰明 但是你一定要告訴別人 你那些什麼文獻 不要開口就說參考文獻 這是廢話來的 香港就應該自行展開 這個關於催淚彈的研究工作 因為是對於我們香港人非常之有害的 你那些二惡英是致癌的 等於當年剷劑就沒有這個研究 結果就彈下了十多萬的催胎 然後大量的人是致癌而死 你現在要做的 不是說目前這一刻 你見不到那個狀況 見不到那個慘劇 你就在左推右推 因為當時 就算出現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羅志光大局長和陳肇始大局長 都落了台 你任其他五年而已 最多都是 對嗎? 這是很不負責任的行為 經常說沒有釋出二惡英 你知不知道檢測二惡英的機器 是非常昂貴的 到底你有沒有去過現場的檢測 其實是 不要在那裡吹水 而且你這個羅志光大局長還說到一件事 就說在老人院寫 只有一些輕微不適的個案 所以不需要作出深入的調查 這是非常荒謬的 你要對長者繼續追蹤他 到底呢 你要看他有沒有其他不舒服的 可能是潛伏的 對嗎? 他出診未必是即日出的 對吧? 這是非常可恥的 你只看他目前 被催淚煙婚那一刻 那些當然會很輕微 你有沒有追蹤他七日十四日 甚至是一個月 這些事情很重要 不只是那一刻 至於陳大局長 陳肇始最無恥 做到港大護理學院院長 以為他是知識分子 有些廉恥 原來也是沒有的 竟然自打嘴巴 他非常好笑 他回應那些議員的時候 人家問他關於空氣質素 會不會被催淚煙污染 他說催淚煙主要是粒狀的物質 是較空氣重的 所以一施放以後 就會向下沉降 那些殘留物 就會依附在地面或物件的表面 不會長期懸浮在空氣當中 大家聽得明白 他會黏在地面或物件的表面 好了 他竟然引述環保處的 在空氣監測站 那些原浮粒子的數據 就說 相關的地區附近 就沒有錄得 這些原浮粒子的異常水平的狀況 所以空氣污染就沒有受到影響 那就糟糕了 你自己都自打嘴巴了 你也懂得說 那些殘留物 就是會依附在地面 和物件的表面 你怎麼會引述這個原浮粒子的數據 當然別人只問你空氣的質素 你就可以說空氣質素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已經沉降了 你自己都解釋了 是會沉降的 那你有沒有找一些機器來檢測一下 到底當區有沒有一些污染的狀況 那些化學殘留物 你有沒有去刮一下它 很明顯沒有 你哪有這樣的資源去做 你不單止沒有調撥資源 你也沒有這樣的心去做 因為你要淡化這些化學物質 對於人體的損害 所以你就不去做 相關的研究就當沒事了 這是非常可恥的 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這麼有科學的頭腦 你應該檢測一下 到底在社區裡有多少化學殘餘物 包括山埃和二岳櫻 其實還有其他東西可以檢測得到 你沒有去做 你是陳大局長 你做人做到這樣 你何苦呢? 你又沒有子女 你賺這麼多錢又怎樣 對不對? 你一個人沒有子女 其實身後的名譽是最重要的 你現在做官做到這樣又怎樣 將來你要說 你會為臭萬年 或是名流千古 你自己想吧 賺錢永遠是賺不夠的 但做人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對得著天地良心 陳大局長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